首先我们认为曹操更适合他当中国国族的教练 是因为他的请度难度比 请他来的难度比较低 首先我们知道如果要请诸葛亮的话 我们要三顾毛龙 他还不一定来 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男族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们看曹操呢 说曹操曹操就到 即使现在中国男族打泰国输 打杰伦寨输 打菲律宾输 打谁都输 他还是会说他来 他就会来 所以说从这个结果上来看 我们只要请曹操他就会来 所以说就不会出现像诸葛亮的 有可能会伤害我们 就是现在是这种情况 其次我们来看 到底哪一种更适合 到他们两个要谁更适合 当中国男族上 要看他们的技能指数 我们只要来看曹操 曹操他有一个技能叫做坚雄 那这种技能就是说 可以拿到对方有利的害 那么如何把它引致到中国男族这件事情上面呢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假如说去打泰国 然后他发现泰国中锋特别 前锋特别好 就进了一个球 于是我就可以把那个中锋 前锋拿到我们自己队里来 为我们有队效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无论我们要什么强队 无论我们在什么罪恶部里面打 我们中国永远都可以赢 因为对方所有的好球业都被我们吸收来了 其次我们再来看 它有另外一个特点 它有另外一个技能叫做护驾 这种技能叫做 在被别人杀的时候 会有人出来帮他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国族 一个情况呢 就是大家都不爱他 大家都在骂他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 像很多的媒体 就会来骂中国的中国男族的教练 来骂各种各样 难听的话呢 只有曹操耐得住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有记者出现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帮人围在他身边 帮他挡住那些摄像机 照相机 还有那些采访他 你认为一切有多烂的那些记者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曹操更适合当中国教练 不然如果是中国量的话 我们认为他可能都会 内心 别人 谁说不是这样的屈辱 就上吊自杀了 那我们再来看 第三点 到底谁 我们知道 我们请他们来当教练 一方面是为了我国男族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他们自己家的情况 我们来看曹操 他如果来了 咱们来中国男族当教练的话 曹碧还可以帮他管国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想想看 如果诸葛亮来帮我们来当教练的话 那谁来管他们的国呢 难道是让他永远都扶不起来的阿斗 来替他治理国家吗 但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不能为了我们中国男族 这一子私欲 就使得 中国要陷入这种不忠不一的进行之中 然后首先 今天我帮所有的利润点都基于 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当中国男族教练呢 我们用两个字来想谈 这是赖操 赖操是中国男族 现在最需要的品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中国男族 现在有想发展 估计还要等到二三十年 因为我们都已经看清楚他的现状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需要一个经得起媒体骂 经得起主缘折磨 经得起各种各样的等待的这样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谁呢 毕竟就是曹操了 谢谢 还有表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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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从12个人支持这方面 既然对方没有喜欢台湾国沙呢 我就来请问对方没有 你知道诸葛亮的纪念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了空城的纪念 空城的时候入门怎么知道 我想请问对方没有你知不知道关心哪 他可以关七个队员然后选出一个 曹操只能选一个 那当然是我们诸葛亮哥好了 是不是 没有玩过我不知道 但是我还想请问对方没有 我在想请问对方没有 你知不知道诸葛亮还有神匠呢 神匠 但是再多的神匠也不是对他们对方来的神匠 所以说对方没有根本不知道 诸葛亮神匠有七颗龙珠 极其七颗龙珠可以直接召唤神龙嘛 我再来请问对方没有 第二个问题 对方没有说 曹操可以护驾这个技能很好 对不对 可以绑住媒体不让他们攻击中国 这个媒体圈不会攻击中国的独球 对不对 但是说我们就要找到那些耐操的 你骂你骂我受着 反正如果媒体往这来的时候 会有人帮他挡住 我们不能让媒体不说话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是把自己的脸面放在人家的摄像机前的时候 你们拍我骂 不要拍我身后的球员 不好意思 是不是 我们现在知道 大家都骂球员都骂够了 现在就骂教练 你就可以往上看一看 所以说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是我们不要改变这个现实 而是只是说我们骂吧 你来骂我 不要骂我背后的球员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说我们现在球员能不被骂吗 你要改变这种现实你也改变不了 好 我们现在先不讨论三国沙 我们来放一下曹操和祝格亮各自的特质 我们来看一下 你觉得曹操有没有一个特质叫多移 这个特质我觉得特别适合中国男族 他们现在踢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再信任他的话 那他到底什么时候能自己做呢 所以说对方没有告诉我就是说 我们应该多移 移人更移 在移的情况下如何使用人才呢 对方没有说有什么移人 不要对人不移吗 我们现在移他 我们找移他 他找 我和我的标准之后我就不在意 请问多姚妹 你究竟选什么样的人上比赛 如果你都移的话 我选好用的人上比赛 你如何识变人才 这个吧 你要去问曹操了 我又不懂 所以多姚妹也知道曹操不能识变人才 而诸葛亮可以 我现在请问多姚妹 你知道曹操 张松 曹操为什么没有用他吗 他没有给我私下一下 因为他以貌取缘 所以说张松最后把中国的 把川地的地图献给五倍 你知道诸葛亮为什么把张松给收服了呢 但是我们看中国男族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根本不管教练有多好 因为教练不管再好也没有一点用 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就教练带号的教练 所以我现在就教练带号的教练 所以我刚才说我的事情时间 张松刚才已经告诉我一个事实说 不管换什么教练 对于中国男族都没有用 那我想请问今天我们讨论这个 适合谁更适合做教练 有什么意义呢 张松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打自己的嘴巴呢 当然不是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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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